哈喽大家好,我是幽灵 上一期咱们捏了一款下猴端 今天咱们来捏一个小兵 是什么小兵呢? 哎,这就是汉末时期的黄金军 一起来看一下我是如何搭配的 首先给他挑选一款海盗围巾 把颜色换成暗金色 接着再装备一款韩国发型 把颜色也是换成暗金色 最后再把TAB机的头巾也装备上去 颜色当然还是暗金色 这样头部就完成了,感觉非常不错 上一这里使用一款短袖和一款长袖来搭配 把颜色全部换成暗金色 接着再套上一件古罗马胸甲 把颜色像我这样调整一下 上半身的服饰就完成了 裤子使用传奇裤,颜色调整为暗金色 鞋子咱们使用恶派系的03号鞋子 把颜色调整为和胸甲一样就可以了 这里我也是编辑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兵种 有近战,有远程,还有妖术军团 小兵的数值是不需要太高的 他的血量只要维持在200之间浮动就可以了 好的,现在我们来进行一场团战 黄金军这边是没有大将的 因为我还没有制作出来 所以兵力会多一些 蓝方的战力主要是一些精英角色 前方也有一些小兵是用来抵挡敌军和弓箭的 目前对方的大将全部都杀了上来 红方前线的兵力一下就被打得没有多少了 咱们后面还有三排弓箭手 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 OK,弓箭就是死神的克星啊 府王在没有狂暴效果的加持下也倒下了 蓝方现在就剩下了一名巨人武士和一名御箭师 巨人武士是有谈反的 血量也比较多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被这么多弓箭射中还没有躺下 但是只要再来一轮他就扛不住了 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 如果再被巨人砍一刀 弓箭手也要全部完蛋 现在就看谁先出手 最后巨人还是没有把握住机会啊 现在轮到妖术军团登场了 前面是一排赶死队 后面是四种不同元素的妖术师 蓝方这边前排是小推车 然后是牛头人 女武神 迅猛龙骑士 长枪骑兵 最后的领队是数巨人 我们来看看哪一方可以获胜 紫暴冰直接引爆炸弹 带走了前排的小推车 后排的各种元素也是展开了攻击 蓝方目前根本就冲不上来 这四个元素搭配起来威力确实惊人 主要冰冻的控制性太强 威力最大的还是暗属性的攻击效果 其次是火焰的持续燃烧效果 雷电你别看他的效果很震撼 其实他的伤害并不高 他主要是来扰乱敌人阵型用的 数巨人最后是被冻成了一个大冰雕 身上还有火焰 外面还有暗黑攻击 这死的太憋屈了 好的 咱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 咱们下期待